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2月26日表示 应对东都决散的人权状况进行独立而全面的调查 米歇尔说,他的办公室正在谈判中,以寻找米歇尔访华的共同点 据报道,米歇尔·巴切莱特的办公室早在2018年他担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之前 开始与中国进行谈判,以安排对东都决散的访问 但是由于中国的先决条件,他对该地区的访问尚未完成 在美国、加拿大和荷兰承认中国对维吾尔族的压迫为种族灭绝之后 米歇尔·巴切莱特呼吁对东都决散进行全面和独立的调查 据美联社报道,米歇尔发言人拉维纳说 正在与中国就米歇尔的准备性技术访问进行磋商 但这种访问应确保进行真正的调查 比利是维吾尔人协会的成员和土耳其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聚集在中国驻比利是首都布鲁塞尔的使馆前 对东都决散维吾尔人的人权受到侵犯和种族灭绝和酷刑表示抗议 大约有100人高喊维吾尔人自由 制止种族灭绝和关闭集中营的口号 活动上用法语、英语和荷兰语发表的讲话中 称中国约有300万维吾尔人被集中在集中营 中国不希望国际社会了解这些事实 并强调建立集中营是对人权的侵犯 土耳其大联盟党主席穆斯塔法在谈到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破坏时说 有人说将对中国发动战争吗 他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对中国宣战 我们不害怕任何一个国家 但是在战前我们有事要做 大联盟主席穆斯塔法在福克斯电视台上 发表了有关中国破坏维吾尔族人的声明 在谈到与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失衡时 穆斯塔法说 我们与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为250亿美元 我们购买其中的230亿美元 而我们只售出其中的20亿美元 换句话说 我们对外贸易逆差的40%来自我们与中国的贸易 据中国媒体报道 中国发现17个一吨级大油田 10年新增石油资源量于100亿吨 中国自然资源部宣布 自2011年国务院批准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 10年间中国主要矿产资源量普遍增长 发现17个亿吨级大油田和21个千亿立方米级大气田 10年间中国石油天然气新增资源量分别为 10亿亿吨6.85万亿立方米 众所周知 东都决散的油田占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出量的很大一部分 前美国国务金蓬佩奥周六出席全媒保守政治行动大会表示 实力才能抵挡坏人软弱什么都做不了 他在讲话中批评了拜登政府的伊朗政策 他认为拜登政府渴望重返核协议的愿望是非常错误的 蓬佩奥说拜登政府速度正在进行取约伊朗 这对美国和该地区来说是一场灾难 他说拜登的回到过去政策是不可行的 美国不可能回到过去 回到跟伊朗道歉 回到自己扼杀石油管道 美国必须承认回应